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新失业率升到4.5% 上升0.6%的百分点 是一年来首次回升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例行抗日记者会宣布 为了压止失业率上升 以及被企业信针 推出新一轮保就业计划 林郑月娥说 前年下半年推出保就业计划 保住195万个饭碗 新一轮的改良版 针对保住中小企 对于上一轮计划 有企业将资助额用在高薪雇员 今轮将会限制受惠雇员 不可以高过月薪三万元 每个月的资助额 或一百千元 补贴五月到七月的人工 补贴必须要全数用在出粮 为了防止雇主挪用相关款项 当局或者会抽查 强积金工款额 每个雇员 每个月不可以少过四百元 三个月的资助期内 公司雇用的人数 不可以少过补贴人数 例如申请了30人的资助额 企业五月到七月 需要请至少三十人 政府也考虑为大型公司 设资助雇员上限 希望能够可以压制到我胜伏 就是有点少少斗力 也都希望给到雇主 和企业有信心 起码来近五月六月七月 有政府帮他手 去给部分工资 可以保留员工 新的一轮的保就业计划 可以让香港乘风破浪 奋勇前进 当局计划部分不受疫情影响的行业 新一轮将不能申请保助 包括大型超市 速递 私家医院 地产发展商等等 我要强调是初步的想法 因为这个不是最后最终的名单 因为我们都想在未来一两个星期 听多些意见 看一下剔除名单 是怎样是最好 不是说在剔除名单那些人 就一定不行 这次我们的保就业 都是想集中资源 去帮中少奇 所以比如像你刚才所说的 如果它是一间不是连锁店的 即是超市市场 比如它的雇员不会超过五十人的话 这次都可以在我们的保就业那里受惠 林郑若又说 要经济再复苏 前提是要战胜疫情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令到处所可以恢复营业 我先连之机就在刘俊玉 有雇主形容新一轮价保就业 能够帮中少奇解决短期困难 但是有学者认为 个人头或一支座八千元 政府折省了行政成本 但是未有顾及不同行业的需要 疫情下不少企业大受打击 厂商会认为 相隔年半再有保就业计划 是一场及时雨 工联会也欢迎计划 但认为可以微调细战 已经获得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 资助涵盖的前线保安和清潔人员 卖业管理公司不能申请保就业 有业界话实行包新制的中小企 营运仍然相当困难 上轮保就业计划 政府不设资助人数和金额上限 有食肆拿到资助之后 转规为盈 并向股东派息 这一轮会不会再出现同类的情况呢 我相信今次的保就业计划 应该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今次这个计划是针对性 将这个支援给员工出粮 就不是说因为食肆在其他的营运 其他的流动资金的情况出现问题 一个比较好的最发言就是 政府这一筆保就业的资助 注入员工出粮的户口 问多几个营运压 你看到营运压的状况 就是说在疫情舒缓的时候 营运压是多少 疫情很严重的营运压 这个又叫做一刀截的话 对于政府来说是最坚持压力的 但是就帮得不到位 上一轮保就业计划 当局收到多宗的华尔诈骗举报 警方也都曾经拘捕公司董事 包括武道学校和保安公司 涉嫌高薪聘请亲属 或者解雇员工和减薪之后 以虚假的纪录冲人头 骗取以百万计的补贴 无线现实记者在刘晋玉报道 政府又公布一不过一万元 临时失业援助计划长证 扩展至勒令被关闭厕所的雇员 申请人需要至少连续30日没有工作 下星期三起接受申请 交齐所需文件之后 能够在两星期日面发放 疫情之下经济不景 失业的雇员难免感到旁旺 防疫抗疫基金之下 动用30亿元的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政府决定修订措施 除了第五波以来失业人士可以受惠 计划也涵盖13类勒令停业的表列处所 即是美容院、健身中心等等 也涵盖酒吧和餐饮业的雇员 申请人需要在去年10月1日或者之前 年满18岁 曾经在去年10月至12月至少一个月 在香港全职兼职或者自雇工作 月入介乎2700元至30000元 连同提交申请当日 至少连续失业或者停工30天 下星期三早早开始网上申请 开放三星期直到下个月12日晚 失业援助会经银行户口自动转账 如果需要专人协助 即日开始可以透过热线1836、128 预约时段 去到五个服务中心办理手组 被问到如果失业人士 在三十日内做过一两天的散工 又是否符合资格呢 我们的建议就是 这些人士都可以尽管递他的申请 我们都会重宽去处理 再看一条线应该是怎样划是最好的 我不想因为他赚少少一些很零税的收入 令到他没了这一万元 可能这一万元都对他很紧要 但另一方面我们始终都是用公帑 当局强调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提交申请之后 如果找到工重头努动市场 都不会被扣翻之助 新增2082宗新冠病毒个案 第五波疫情突破100万宗 市民个案就连续五日超过200宗 新增个案除了三宗输入 其余都是本地感染 包括7966宗核酸阳性 以及12116宗快速测试阳性个案 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04000多宗确诊 昨天再多206个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年龄介乎25岁到106岁 其中12个年纪较轻的死者 全部都有长期病患 当中最年轻的死者只得25岁 他患有多狼腎病 去年7月已经接种两针伏必泰疫苗 上个星期六不识入院 情况一直转差 要入深切治疗部和插后 也曾经心脏停顿 去到昨天离世 另外今个月1号到16号 有53宗死亡个案未公布 第五波疫情至今 累计有5188人染疫之后死亡 现在去商场或者食肆等 都要用疫苗通行证 如果确诊之后康复 未负接种条件 可以怎样获得豁免呢 就要拿着一些不同的记录 譬如说康复记录 翠远记录 或者有一个电子情报发出测试 甚至发出短信等等的证明 这些我们都会提醒 会认为那些场所的掌管 暂时就认识这些证书线 但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有一个共通的 都像一些电子平台 有一个二维码 类似的东西 等这些不同种类都可以 官方证实到它是接受过治疗的人 就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等场所可以认识 我们希望这个方法可以尽快推出 院舍方面 昨天最多10间院舍出现个案 包括7间残疾人士院舍 和3间安务院舍 涉及130多个院友和员工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道 多区共10栋大厦员正为风强检 发现946宗初步阳性个案 其中沙田龙亨村上心楼有120宗 深水堡赴昌村赴二楼 和赴海楼合共54宗初阳 鸭里州村利二楼也有61宗 屯门保田村第五座发现57宗 而同区的湖景村胡辉楼 和胡蝶村蝶序楼 分别有136和134宗 至于黄大仙彩雲一村飞凤楼 有88人初步阳性 同一条村的白凤楼和玉轮楼 一共有296宗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闻时间 深圳七日的三轮全民检测 今天起进行最后一轮 有五区已经实现动态清零 有限度复工 巴士地铁局部恢复服务 邓杰盈在深圳报道 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五区之一 深圳西北部的光明区可为重现曙光 巴士恢复服务 搭车之前要出事健康码 陆马先准上车 各单位企业服工服产 街上恢复人气 部分地铁线重新通车 工人加强清洁 不过七日全民检测来到第三轮 居民仍然要完成核酸检测 当局说如非必要 不外出 不聚集 复原的还包括 盐田、平山、大鹏新区 和深圳特别合作区 当局说如果不是参与抗疫任务 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 保障香港供应等工作需要 这五区的居民 不能去另外六个未实现动态清零的区 包括罗湖、福田等等 外卖速递人员也一样 公园、广场等重新开放 但当局提醒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 市民不能在此跳广场舞 而深圳单日新增69宗确诊个案 和36宗无症状感染 创这轮疫情新高 深圳市委等致出 福田区发生聚集性疫情 显示当地防疫工作有不足 决定将8名官员免职 另外福田区公安分局 拘捕一名51岁男人 违反健康监测规定多次外出 核酸检测阳性后又虚步行踪 涉嫌防害传染病防治 被立案偵查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在深圳报导 深圳全民检测期间 大部分公务员化身成为志愿者 协助抗疫工作 得意认同部分人倾管 靠一必须 深圳加油 他们是深圳南山村管控区 三百多名志愿者里面 一个七人抗疫小组 全民检测期间 每天不停在村里面的小巷穿梭 上楼协助居民做检测 登记资料 送上物资 又会留意需要特别照顾的人 他们来自不同的政府机关 灵萧是南山区委痛战部任职 家里有个八个月大的小朋友 来到抗疫前线 家里人一开始不太理解 对我一个担忧 就是怕在疫线离这个病毒这么近 怕身体健康出现安全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我在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也感受到了 疫情其他保障人员 对他们送上了一些温暖 石灵芝是幼稚园老师 家里也有个十岁的小朋友 他跟我说 他说妈妈你去了 你要注意安全 然后都是我想你 我控制不了自己 我还是要哭的 你就让我哭 但是我们想快点把疫情控制住 我们能坚持 大令小组的刘培真 2003年沙士也都担任志愿者 感觉比当年要更加的严重 当年我们非典的时候只要戴个口罩 但我们现在每天都要穿这个防控服 天气很热 我们现在责任很大 我们要确保每家每户 每个人都要做核算 不能留死角 谢谢 谢谢 除了除了防护服 他们离开时 还要做一系列的消毒 平均每天朝7晚10工作 至少逗留15小时才离开 无线电视机社邓杰盈在深深报道 路透社引述消息说 中国航空母船山东南 今次早穿越台湾海峡 在北京外交部说外界过分敏感 有星期五坐飞机到金门的旅客 在降落前10分钟声称拍摄到山东南的踪影 路透社引述消息说 山东南在金门岛附近 向北面航行穿过台湾海峡 而美国海军白黑级导弹驱逐航 约翰信号一直未除监察 消息说山东南的甲板上当时并没有战机 又说山东南在日头航行兵不尋常 形容行动在中美元首对话之前进行 据挑衅性 在北京外交部说山东南有本身历行训练安排 又说外界不应该过分敏感 将事件和中美元首通话挂钩 你自己也说了这是一个coincidence 我觉得你可能是太敏感了吧 敏感的是你恐怕不是台湾海峡 美国海军发言人说 约翰信号是在国际水域例行穿越台湾海峡 并没有进一步透露长程 台湾方面就说全程监察 有分析认为山东南若果向北航行 可能是回到大连船厂调整装备 又说有关路线是航行台湾海峡的最短路径 通常并不是执行任务 而是单纯点对点的移动 无线电视记者 杨洁宜报导 今晚电话请来嘉宾陈俊文和我们谈 Hello,Narman Hello,Pauline,你好,大家好 向来鸣派的布拉德支持要加息加到三厘以上 不过我知道你认为联署局的立场 其实就不是说这么英的 你的理据是怎样和市场现在反映了多少呢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就像你所说的 布拉德就一向都比较鸣派的了 过去一、两年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联署局总共在点阵头上有16票 虽然每一次的F1CM meeting只有9至10票 但是肯定有些个比较鸣派一点点的 整个联署局如果看回检陣图 这个息口预期方面来说 就是布拉德一个去到三厘以上的高水平 大部分来说中位数都是1.875%左右 而且大部分都是相差2至3格左右 就是如果你以一个数学的概念来说 差2至3个标准差 唯有布拉德方面来说相差5个标准差 很明显是一个极端的票数来的 所以并不代表全署局整体是这样的 联署局的平均数方面来说 今年仍然加息幅度就不算太多 虽然全年加7次都有少少高于市场预期 但实际上你看看联署局的预期 通胀方面来说会维持比较高期的 今年年底的通胀会维持在大约4厘1 4厘3厘左右的水平 明年都仍然会是2厘6厘2厘7厘左右 其实联署局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长期会仍然是容忍通胀方面来说 显著高于联署局的预期 而加息幅度方面来说也不是太急 只不过就预期可能每次加0.25% 加速7次 就算加上去到明年年底来说 联署局现在的平均预期 大约去到2厘6厘5厘来说 实际上都只是过了30年的平均水平 就不算是一个很高的息候 跟以往真的讲的隔老年代 真的一下就加息加1年之内加3厘那些 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距离在那裡 因此我看到联署局方面来说 个别的官员好像布拉德那样 可能比较英派一些 但整体方面来说 其实暂时都算是对通胀方面来说 挺容忍挺等待的 属于比较不是太英派 甚至觉得是少了夹排的 所以我认为 看到就是说 在股市方面尤其是纳指 甚至是美元指数 甚至在债市方面来说 美国市民的债息方面 仍然看到市场看起来好些 就不是太担心 在联储局方面来说 过度收紧引致美国经济 出现一个比较差的情况 转谈一下商品货币 接着商品价格转强 欧元、新西兰元和家元 都升到月初以来的高位 你有最看好哪种呢 其实几种商业方面来说 我都看好的 但是我认为 欧元、新西兰元方面来说 本土经济情况 不是太理想 似乎家元会比较优秀一点 始终家元 本土经济 无论是一个制服市场 和一个经济方面来说 房屋方面来说 都是做得不错的 所以因此我觉得 家元方面来说 应该是看高线的 加元就比较受惠于油价升幅 近期来说 短时间之内 油价还是比较高期的 相信在短时间之内 都围绕着90至180元 这个位置去交易 所以 家元受惠于油价比较直接一点 因此我认为 家元有机会 短期之内 挑战1.24 甚至1.24 这些位置 当然最大风险方面来说 都是留意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来说 会否达到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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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8.2宗新冠病毒病毒个案 第五波疫情突破100万宗 死亡个案就连续五日超过200宗 新增个案 除了三宗输入 其他都是本地感染 包括7963宗核酸阳性 和12116宗快速测试阳性个案 第五波疫情累計有100萬4千多宗確診 昨天再多206個患者公立醫院離世 年齡介乎25歲至106歲 其中12個年紀較輕的死者全部都有長期病患 當中年紀最輕的死者只有25歲 患有多男腎病 在去年7月時已接種2針腹必泰 他在上週六不舒服入院 情況一直轉差 要入深切治療部和插頭 亦曾經心臟停頓 去到昨天離世 另外在今個月1日至16日 有53宗死亡個案未公佈 第五波疫情至今 累計5188人染疫之後死亡 現在的商場或即食肆等等 都要用疫苗通行證 如果確診之後好復 未符合接種條件 可以怎樣獲得豁免呢 要拿著不同的紀錄 例如康復紀錄、脆院紀錄 或者電子情報發出測試 甚至發出短訊等等證明 這些我們都會提醒場所的總顧人 暫時應住這些證書線 但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我們有一個共通的 都市一些電子平台 有一個二維碼類似的東西 讓這些不同種類都可以官方證實到 它是接受過治療的人 就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讓場所可以應到 我們希望這個方法可以盡快推出 院舍方面 昨天再多10間院舍出現個案 包括7間殘疾人士院舍 以及3間安律院舍 涉及130多個院友及員工 無線電視記者賴啟心報導 送養排出內地醫療隊來港支援 醫管局說 內地和香港護理團隊已經帶成共識 會一起負責臨床護理 目前已經開始工作 內地醫療支援團隊分兩批先後抵港 到亞博管社區治療設施 協助醫治新冠患者 網上流傳一張圖片 寫有醫管局護士和內地護士的分工 由早上7點到下午6點 醫管局護士負責大約10項工作 包括打針、派藥 而內地護士負責的項目就多一倍 包括幫臥床的患者轉身 為腫午晚三餐、換尿片、清尿袋等等 其實照顧病人的確涉及很多厭惡性工作 我想這裡在醫護人員裡大家都明白 重點是那張圖、那張照片 香港的醫護和內地醫護的工作比例太不平均了 換港醫療隊分別來自廣東省22間三級醫院 當中不少成員是主任或副主任、護士長級別的主管人員 亦有呼吸內科、腎內科、心血管內科 救治重症的專家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被問到分工安排的時候 重新對中央的支援要感恩 我們必須要感恩 這個協作的過程中當然會涉及一些分工 有時這些分工 他們自己兩個的團隊大家同意了 我不覺得應該由外面人單單看著一張紙 來評價應該是怎樣 醫管局說上個星期來香港的首批護理團隊 進行初期演練的時候 為了分階段熟悉系統和工作流程 已定了分工計劃和進行壓力測試 現時雙方已經完成對接討論並且達成公式 會一起負責臨床護理 現在已經開始工作 內地援港醫療隊和香港醫療隊是一樣 是會24小時在社區治療設施輪班當席 也都會進入治療區內連續工作4個小時 期間是不會轉換工作崗位、飲食和休息 消息說當初的分工建議是按工作風險高低離定 例如打針等等中高風險的程序由本地護士負責 目前不會再有具體分工 政府說內地醫療隊在香港工作 沒有收取任何薪酬或補貼 他們在香港的住宿、膳食和交通費用由特區政府承擔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內地新冠確診數字上升 作多超過4000宗本地感染 對近波Omicron疫情爆發 國家會見委分析 除了因為農曆新年期間人口流動 也與部分地方放鬆警惕有關 內地星期四錄得2388宗本地確診 和1742宗無症狀感染 超過一半出現在吉林省 廣東亦都有135宗個案 而由香港輸入的病例 廣東有34宗、北京6宗 國家會見委分析說 近波疫情不會在短期內結束 加上Omicron成為主要病毒株 防控形勢日趨嚴峻複雜 但內地近期的爆發 與部分地方低估Omicron 放鬆防疫工作有關 雖然在動態清零的防疫方針下 部分工廠需要停工 但當局也指出 不能將經濟所受的影響 一概歸咎於防控策略和措施 我國的防控實踐 較好的平衡了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 在分析經濟影響或者防控成本的時候 應該區分那些影響 是哪些影響是疫情本身造成的 哪些是經濟發展本身的變化 哪些是疫情防控策略和措施所引起的 對於內地近期放寬感染者出院和解除隔離的標準 當局強調並不是意味放鬆防控政策 而是更科學更針對性感用醫療資源 無線電視記者陳雪兒報導 哪地日前宣布將兩款抗新冠藥物 納入新版診療方案 而第一批進口輝瑞口腹藥已經運抵上海 哪地傳媒引述上海海關說 第一批超過兩萬盒的輝瑞口腹藥 已經在星期四晚完成驗收程序 由於這一批藥物對儲存環境有嚴格要求 當局安排官員直接到倉庫驗收不用等 完成通關程序之後 已經安排盡快運去抗疫前線 稍後有其他消息